香港特区依法追究其责任无可指摘 英国自诩法治国家却公然干预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 英国刚刚出台国家安全法却悍然反对中国香港国安立法 双标嘴脸暴露无遗 显恶用心昭然若揭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这种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 美方应当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 停止遏制打压中国企业 中方也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 你提到的这个委员会 以攻击抹黑中国为己任 充满了偏见和敌意 可以说是毫无理性可言 他们的言论也充分暴露了美国国内一些人 企图把中美之间的经贸和科技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完全支持这项决议 参与共提并投了赞成票 我们希望这项决议得到全面落实 尽快实现停火指战 缓解人道危机 恢复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成果 能够助力巴黎协定 得到全面有效的落实 能够为发展中国家 实现能源转型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中方从不承认 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 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印度国内的司法裁决 并不能改变中印边界西段地区 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中国家的重大国重历 必须为其他国家 其他公平巴黎协定 是非法度 那些白天真有效的 像是非法度